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年夜火焚烧三剑 魔族敬命 他为何只单单救我 此事已过千年 魔尊不必再接怀 保护之急 是尽快冲破封印 少废话 快走 快走 闲门的人也有惊天 妖主真厉害 是啊 还得说他们这么猛人 妖主一招就把他们打败了 真厉害 快走 跪下 仙灵山的弟子们 说什么各个法力高强 也不过如此 等清晨上仙出关 有你好看的 清晨上仙 本尊倒是听说过 传闻他乖巧懂事 温柔可人 不过本尊倒是还未见过呢 你竟对清晨上仙出言 本尊这招隔山打猪的招式如何 只用了万分之一的力道 不然你这小脸蛋啊 会废掉哦 今天要不过分之一的力道 可以放了她們吧 收音挺好聽 身材也不錯 這溫柔可人果然是名不虛傳 就是 不知道嬌滴滴是不是真的 嬌就是嬌 身為女人 你真是不知廉恥 你究竟想幹什麼 本尊 覺得你長得很像一位固有 叫什麼名字 清 塵 清清 好聽 你看這樣好不好 若你長得好看 本尊就放了她們 如何 我不想對女子動手 但請你 把我山中弟子放回去 唉 還真是一個悶葫蘆 不過本尊 是真的很想看看你的模樣的 你 你堂堂一仙之主 居然是陰招 我沒有 上當了吧 不愧是仙界第一名 她 细雨 卿尘 若是来年花开 一定要替我守护好这三千 看这么肉鸣 不 不可能 我看完了 你呢 卿尘上仙 刚刚发生了什么 什么法术 妖竹 他们人呢 逃了 逃了 这是怎么回事 这 落荒而逃 几枚是梦中的光景 往来生 任沧海抚平衣朝夕 青丝落入孤零 坦诚之一句 天涯若追寻 就变影难平 生死寄过 是指纹中的心 凉破了记忆 何必为无情 指针抛心 药师无依 与安之梅 是梦中的光景 他梦中微信 秋风起 风也落秋林 生死寄过 是传闻中的心 凉破了记忆 何必为无情 指针抛心 药师无依 与安之梅 是梦中的光景 他梦中微信 秋风起 风也落秋林 是梦中的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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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梦中的光景